大家好 我是Kyoko 又來到今天一個星期的中間 很想快點來到週末 然後到週末就可以去玩 未來到週末之前 我們就繼續努力溫習 今天已經溫習到第98個運營 這個星期可以破100 我們先說說今天的運營 就是にとって 後面可以跟わ、も、の 我們再詳細說 它的接觸就是名詞 がにとって 對於〇〇來說 表示站起某個浪場來說 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私にとって一番大事なのは お金じゃなくて家族なんです 對於我來說 最重要的不是錢 而是家人 這個可能經常都聽到的 大家 即是我們的時間就只有這麼多 如果你賺錢 就可能賠不到家人 所以就要用一個平衡 但對於某些人來說 可能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好 說回這個文型 如果後面是跟わ或者も 就是加強語氣 如果是跟の 就是後面要接觸這個名詞 其實很多文型 都是〇〇〇後面再跟名詞 所以大家記住這個方法 就可以背上其他文法 這個文法 後面多數表示評價的形容詞 即是後面很多次會跟 ダイセツダ、ジュヨヨダ、ムチュカシー、ウレシー等等的詞語 然後到第99個文型 就是ニワ 前面是動詞詞書形的 意思是要〇〇就〇〇〇表示目的 例如我們想說這一句 モヨニの駅に行くには この道が一番近いですよ 要去最近的車站 這條路就是最近的 大家見到ニワ 即是你這個目的 前面這個是目的 你要去最近的車站 後面就是你要做這個目的 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條路是最近的 所以你要走這條路 這條路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相當於タメニワ 即是為了這個目的 你要什麼什麼 這樣解釋 那我們今天就講這兩個文型 這條路都是常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重點溫一下 ニワ 常常都聽到的 所以今天這兩個文型都比較常用的 大家努力陪著它吧 那我們明天再見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就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去Facebook 如果想問問題的話 可以inbox我 那我們明天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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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